好 今天天地很热 动不动飙升到37度 为了省电 学校跟这个电竞龙头进行结合 在校园加装这种智慧型的节能系统 通过这种云灯科技 监控校园的用电量 希望大家一起为环保兴奋心理 小英节能减碳爱地球 各界纷纷起而行 就怕夏天一到电费就飙缸 不想收到缴费单时 心嘎嘎 还有学校更先进 跟电信业者来合作 在校园里头加装智慧型节能管理系统 加入环保这行列 各教室的冷气的一个使用状况 我们随时可以做一些监测 因为它也可以在各教室的楼层当中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温度的状况 那看到温度状况之后呢 我们在总务处这边就可以做一些管控 超过提前施景的机制 让学校更能够有效来用电 成效如何 实际比一比 光是电费就比去年同期省下了五万四千多元 去年的这时候的电费来讲 大概二十四万左右 可是今年中央这个机器之后 大概只剩下十九万多 那去年这时候其实我们有面临到回约罚款的问题 但是今年之后呢 其实回约罚款也相对下降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 省下了万多 真的省很多 而且这套智慧节能系统 就连学校周边的二氧化态 以及环境的维时度 也能够全面来监控 数据如何 透过最新的云章科技越来无遗 学校师生一起为环保 兴奋行李 暂停公文 城镇正远楼 太阳报道 好 记得清楚这个妇